各位先生,大家上午好 我非常有幸来到美丽的全城 来到了齐鲁大帝,来到孔孟的故乡 和各位一起来切磋有关孔子的思想 我今天讲的是孔子的公诗观 有关孔子的公和诗的看法 有的学者说,孔子只注意功德,不注意私德 有的学者说,孔子只注意私德,不注意功德 有的学者说,孔子是以功代替了私 不讲求私利 有的学者又说,孔子主张只为父隐,父为子隐 这个其实就是鼓励的贪赃王法 甚至是贪污腐败 是不是这样的呢 那我就提出来,请各位去思考 请各位去思考 这不仅仅是理论的问题 这也是实践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传统的问题 这其实也是很现代的问题 越是传统的东西 这个智慧里面 越能够折射出一些现代性的东西 我们的孔子思想 恰好包润了很多 我们现代人的智慧 还达不到的这样一些东西 而我们的享受,我们的知识 可能高过我们的前辈 但是我们的智慧不一定高过他们 我们知道孔子,他非常的重视 老百姓的一些生活 他提出了灵妇论 提出了君妇论的这些思想 这些问题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社会公正的问题 他当然是针对春秋末期 季孙氏 他善权 在领国 他们这些报复集团面临一些问题 那么孔子面对他们这样一个极具的财富欲望 提出了不换寡而换不君 不换平而换不安 所谓不换寡而换不君 有的学者说是不换寡而换不合 或者不换寡而换不平 其实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要考虑到财富分配的均衡问题 诸侯国的也好 大夫之家也好 我们要考虑的是财富的相对的公平 过去我们结束的教育 我们总是有一个习惯的病逝 认为孔子是所谓陆立主阶级的代表 认为孔子只是代表贵族阶级 是这样的吗 硕蜀硕蜀无时我蜀 三岁灌辱莫我肯入 这是两千多年前 记载在诗经里的百姓 对于贪婪奴隶处的控诉 那么孔子又是怎样对待百姓的呢 他如何看待民生问题 首先我们知道 和其他的文明相比 中华的文明 孔子所制成的周公的思想 这样一个周公孔子以来的这个思想统系 他特别的尊重能 我们现在在考古发现的这个背景上 在周公以后的墓葬之中 就很少有能寻人生的现象 孔子反对能寻 他说始作俑者 情无后悔 情无后悔是 骂人骂得很重的话 没有后人 那就拿人的形状 做到墓庸或者逃庸来陪葬 都被孔子所批评 因为孔子要尊重人 孔子有一次下朝回家 直到他家里马就烧了 他首先问商能货 没有马 那个时候一匹马代表的财富 非常的贵重 他说关爱的是羊马的人 我们看孔子重视的是什么呢 四个字 叫明世纪上 纪是他的祖宗啊 这就是他的死亡 他重视的是老百姓的 平常的安居的生活 他们的生生死死 这样一些东西 他讲啊 如果我们为政者 能够宽厚的对待民众 能够讲求信用 能够有微的为百姓服务 老百姓啊 就会高兴 公卓越 就是老百姓 就会非常的高兴 他如果处事公道 比较的公平 老百姓就比较高兴 孔子还讲到五中美政 他回答他的弟子子章的话 特别强调 因明之所利 而利之 顺着老百姓的利益 来满足老百姓的一些需求 因明之所利而利之 师不亦会而不废乎 则可劳而劳之 又谁愿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农业社会啊 农事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大量的谣誉啊 不顾农事啊 这是孔子反对的 孔子反对 滥用名利啊 他反对 诸侯啊 大夫啊 利用这个 他们的权势啊 与民争利 他强调 从实际出发 英顺人民 能够得到的利益之处 给他们一好处 也就是啊 不要违背龙石 增掉老百姓 牢狱 那样产生大量的旷富怨律 农业社会 要使老百姓有收成 要选择可劳动的时间 条件和人员 再去劳动他们 那么谁来怨恨呢 孔子的自国理念 我们想讲他的三个字 叫树之 叫树 就是人口多起来 叫富 使民富起来 叫教 还要使他教育 受到教育 有一次啊 他的这个 这个软友啊 多才多艺的弟子啊 驾车 他再一次路过了卫国 那个卫生的卫 那个卫国 他看到人口的比以前多了 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啊 人口的生产力啊 人口的再生产的 是非常重要的 生产力的一个条件 那个时候你的井内平安 大家被他归复你 或者你的安定 你的人口生产上来了 那么树之多了 人口多了 他的弟子向他请义 人口多了以后怎么办呢 他说富之 十八百姓富起来 他的弟子进一步问 富了以后怎么样呢 教育 在税数的政策上 孔子和孔门弟子 他们主张是 博税 当时啊 我爱公啊 向他的弟子 尤子问 我现在费用不足啊 那怎么办呢 尤子的回答是 你收十分之一的税 十一税 他说那我还不够啊 而尤子就说 北姓足 租 俗语不足 老北姓富语了 你要常富于民 老北姓富于了 你的诸侯国啊 就慢慢的会富起来 你不要去 愚民争利啊 愚民争利 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 贵族享受着 视清视露的待遇 而不依贤者们 则发出了 恨无上天梯的感叹 读书人希望通过仕途 实现政治抱负和个人理想 春秋时代的孔子 主张如何从民间 选拔人才 为国所用呢 面对当时的是 四亲四路的社会制度啊 老百姓的主张呢 孔子的主张呢 和老百姓的要求呢 结合在一起 他提出的是 从民间来举贤财 从老百姓 从草根中 来拔举贤财 来治理这个国家 他还提出一个教育的方针 叫有教无类 就是接受教育的人啊 没有等级的差异 没有家庭背景的差异 所有的人啊 比方说他当时是 把王冠之学啊 下移到民间 他是开唱诗学的 第一个人啊 第一个人 所以他说啊 这个 有送一条啊 干肉啊 熟修 干肉就可以了啊 送一点博仇 表示你对老师的封重 就可以来接受教育 接受教育 当时举贤财啊 啊面对的是啊 天子诸侯清代夫啊 这样一个等级次去的社会啊 啊 他们的一个啊 祖老 那么 孔子是极力举张 推选民间 具有草根的人才 那从事于治理公共的事物 所以他叫做 举职 错终 王 则 民 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政治的人提拔起来 放在邪区的人之上 老百姓就 归负于你 啊 归负于你 也就是说 我们要增加民间性的力量 来增加政治的活力 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 啊 孔子师徒的贡献 他们不仅停留在此 他们把王冠之学啊 下一道民间 他们其实是继承周公的思想 开启了我国文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先河 有教务内 受教育者没有贫富地位 地与种族的区别 他的弟子指下说 啊 是而忧则学 学而忧则是 这当然 他是针对不学而是 啊 学不忧而是 啊 学而忧不是 这样一种状况 来说的 所以孔子的思想啊 啊 这个他非常强调公平是一个机会的公平 机会的公平 他为我国的这个传统的教育制度文官制度 一直到今天这个教育制度文官制度 鉴定的一个基础 我们试问一下 在2500年以前和孔子并逝的古希腊的古印度的思想家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吗 没有 啊 前些年呢 我们有一个省的一个代表团呢 啊 到法国去啊 要学习他们的文官制度啊 啊 因为法国的啊 法国人呢 感到非常的疑惑 他说这个文官制度是我们向东方向你们中国学习的呀 啊 你们现在向我们来学习文官制度啊 他我们知道从汉代的开始啊 他就是一个文士的政府 啊 这个文士政府啊 他毕竟有理性 啊 有理性 他能够治理民众 他举拔了很多民间的贤财 啊 我们的贫困人的子弟 也不一而为商工的 不在少数 中国的文化呀 周公孔子的文化呀 特别重视教育 我们民间的老百姓呢 都非常希望把自己的子弟啊 啊 让他们接受教育 接受更多的教育 所以 术 术 教 这三个字 是孔孙子 很早的时候 就立定的 我们这个民族 华夏民族 他的一个啊 政治的一个基本的方略 啊 数字 数字 教字 是老百姓安定 是老百姓富裕起来 然后是老百姓受到良好的教育 这是 孔子思想的 啊 一个为政的方略 孔子九奖之儒家的彼此观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三九感冒零 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说天下故事 品百味人生 2007年山东卫视打造平话故事节目高端品牌 每天早午两档 精彩讲述 天下故事 由哈耀集团 十一堂制药厂 冠名播出 同都阳光快车道 闪闪的童星 与您相约 我爱我家的甲圆圆 赤子未龙的小董顾 幼时的偶像小龙人 还记得这些给你无数快乐和美好回忆的面孔吗 昔日的童星长大之后成了什么模样 同都阳光快车道 为您找寻童年的回忆 超级小精灵 三位超级明星年小朋友 为您在线明星童年 更多精彩竟在本周红租阳光快车道 早上起床 毕竟是大海上 同学生气早安 亲爱的朋友 请随时大海上 我 我 我 大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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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 嘿嘿 我的朋友 嘿 让我们大家来跳动 大家一起来 跳动你的眼 来跳动你的心 跳动你的手 来跳动你的嘴 放弃你的快乐 都 大家高兴 只要跳动一起和我唱唱首 只要跳动一起和我唱唱首 我不是逗着你玩哦 我是真的要跳动你哦 好啊 感大号名牌 质感冒 认识感大号牌 刚刚啊 哇 你双重保护 牙齿 我也要双重保护 冷森林双重抗过敏牙膏 草本和矿物盐精华 带来双重保护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冷森林牙膏 是中医精神疾病医院 中药针灸 治疗失眠 抑郁症 强暴症 精神分裂症 等精神疾病 利用密室中药 结合中医鬼门十三针 摆脱精神疾病困扰 中药银针 治疾病 疏传立方 断其根 一步到位 名牌 治未病 认准一步到位牌 到位 孩子不吃饭 飘食 不单是消化问题 很可能啊 是缺心 哦 三金牌 葡萄糖 酸心口服液 愿孩子 胃口好 健康又聪明 孩子不吃饭 补心是关键 蓝屏的 奥利与执教大潮的蓝翔人 拥有一百多个专业 近千个教学班 每年可向社会输送六万名专业技术人才 成为极端期培训中高级职业教育为一体的超级航母 国内知名餐饮集团 大型汽修厂 上万家用人单位 云集山东蓝翔 蓝翔人的综合实力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与德国阿尔福克执教学院正式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 计算机专业 首价亏出零风险教学工程 常年开设具有社会巨大发展潜力和极具竞争力的十大热门专业 烹饪专业 要求每个学员从十项基本功学起 有一线几十年烹饪经验的特级大师 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学 真材实料独立上造 美容美化 由一线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高级技师 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学 全力打造引领潮流的魔法师 汽车维修 整合研发了上万种电喷电控模型 独家分类建成了欧美亚三大电喷实验室 采用南翔独有的全真案例培训方法 要求每个学员动心动脑动手 反复拆装实践第一 所有实用技术都在实践中全部学到手 挖掘机装载机 电气焊 助控机床 一百多个专业 一百多种就业方式 免费试取一个月 山东蓝墙高级技工学校 赶那号名牌 质感冒认证赶那号牌 刚刚的 山东蓝天学校 全国首创挖掘机重点维训基地 雄厚的硬件设施 既能加学力的全新教学模式 学挖掘机 只有蓝天 山东蓝天学校 旺旺 中国队 旺旺 中国队 旺旺 200大中国队 旺旺 感冒了 欢迎用苦干冲击 无封药业 霍威德里 火热一粒粒 嘴巴咬得好欢喜 霍威德里 富含高级威和威生腹心 今天身体多得意 霍威德里 品质实在加个实惠 霍威德里 请你来比一比 威德儿子启 开启了紫城 父位家天下的历史 与之相对应的是 几千年来 贵族也享受着 是清是露的待遇 这就是孔子生活的 时代背景 有人认为 孔子以公灭私 还有人认为 孔子亲亲相隐的主张 支持了贪赃王法 那孔子对待公寓司 究竟有着怎样的观点呢 孔子久讲之 儒家的公司观正在播出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孔齐勇先生激情澎湃的演讲 孔子曾经说过 富而渴求 虽执编之事 如意为之然 他说 如果富贵 是可以求得的 那么在市场上 当一个民编者 就是今天我们市场上 带上红袖章的 管理市场的人 那我也愿意干 也就是说 在孔门 这一个文化的团体中 他们并不是排辞私 也不是排辞妇的 如果邦有道 这个邦国是有道的话 它是符合于道义的话 平且见焉 此也 如果这个邦国是符合于道义的话 那么你在这里 仍然是贫穷的 仍然是低贱的 那是你的耻辱 那是你的耻辱 所以他是肯定富于贵 是能之所欲 当然我们应该 取之有道 得之以理 得之以理 也就是说 孔子在私领域这一块 并不反对老百姓 也不反对 为政者 他们的求富 他们的欲望的满足 但是 孔子是反对 以权谋私的 对于社会上层的人士 他是非常的谨慎 他提倡 盖奢一简 宁可要贫 不要负 而交重 他说 放于利 而行 多愿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这不是说 小人不要利 君子和小人在这里 是社会等级的一个差别 他就是说 如果在位的人 你用权力 去谋取私利 你去建立私益的话 这个是反对的 反对的 他希望当时的清大夫 这个要盖奢一简 盖奢一简 凡时问人 他讲 尽处公 直视尽 与人尽 尽 尽爱的尽 这个就是严肃 谨慎的意思 我们从事公共事物 要忠于职守 要忠于职守 要先知劳之 先知劳之 要服务于大众 要恪守你的本分 要有宽厚的 远谨的 勤敏的 要施惠个本性 这基本上就是一些 儒家的 对于士大夫 对于为政者的一些要求 一些要求 然有 然求 做祭祀的加成 他曾经有一度 为祭祀 去搜刮钱财 孔子呢 要求他的学生去批评他 说小子啊 既是赋予周公啊 既是比周公都还富啊 求呢 为师聚恋啊 还富一只啊 为他搜刮财富啊 为他去秘财啊 恋财啊 他说 非语徒 其实他很喜欢这个 多彩多役的轮球啊 他在这一个时段 他说 非武徒业 你不是我的学生 小子 零骨而攻之啊 你们都可以去批评他 大家一起来去批评他 孔子说 柯正猛于虎 孔子反对一权某私 认为为君 就要有为君者的样子 臣子也要尽到臣子的责任 他对于君臣的这个权责的要求 有一个政治分工啊 或者相互制约的萌芽 啊 我们知道孔子有啊 很多的爱徒啊 啊 其中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叫子路 啊 就叫记录 啊 啊 人人和子路啊 几乎是一文一武啊 啊 子路非常可爱啊 啊 常常直言不讳的 啊 批评他的老师 啊 批评孔子 有一次 子路 请教他的老师 说 为国啊 如果要请你去执政的话 你先做什么呢 紫江西先 你先做什么呢 啊 他说 并也正名乎 我首先注意的是 正名分 君臣父子的名分 子路曰 有事哉 子子于也 欣喜此分 啊 子路说 哎呀 老师啊 你怎么这么的迂腐啊 哈 他子路就执人不讳 或者说老师迂腐啊 老师说 也在有也啊 啊 说 哎呀 你真出也啊 自由啊 他说 其实啊 君子有所不知啊 这应该付诸绝愚 他说 名不正 这言不顺 下面是什么 言不顺 这事不成啊 事不成 这礼乐不信 礼乐不信 这刑罚不重 刑罚不重 这民众是无所措手服啊 还治理一个国家 我们今天治理一个公司 我们今天治理一个当位 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民分 我们的这个民分 所带着的责任和权力 没有啊 权责力 没有相应的匹合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管理就上不了路子 所以 民政言顺以后啊 我们的文化 礼乐方面的文化啊 兴盛起来 我们的刑法 才能够得当 我们的老百姓 才不至于 与所措手足 那么洪子的这个思想啊 他是说 权和责 民分和物实 他是要相得一丈 民事相互 言行一致 啊 这样呢 才是啊 要刑法公正 这样才是 我们处理政务的 非常好的 一个考量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相互的要求了 这是一个政治的分工啊 和一个制约的一个萌芽了 所以习国的齐景宫 啊 非常有名的政治家 他曾经向孔子请教 啊 孔子对约 君君臣臣 父父 子子 啊 齐景宫说 善在 信入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啊 孔子对齐景宫说的这个话呀 也就是证明 也就是权力和责任的一个匹配 啊 我们的管理 要有一定的层次 要有一定的次序 要有一个原则 不要越权 层次要分离 要分级的管理 这都是一些公共性的内涵 公共性的内涵 啊 刚才讲到啊 啊 君是臣以理 臣是君以忠 君和臣之间是一个对等的要求 而不是只有单方面的要求 啊 单方面的要求 他也强调 以道是君 不可责子 孔子酒讲之儒家的公司官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三九感冒零 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无名无愤 嫁入豪门冲喜 遭到百般刁难 我是来冲喜的 这叫喜娘吧 你敢说你不是冲喜的丫头 百年家族血雨先风 危难中他力挽狂澜 重振家业 我又一次做了你的心 刘晓庆 李冰冰 李宗汉 领先主演 徽娘婉姓 山东卫视 蓝香情感故事剧场 精彩上映 本周红都阳光快车道 闪闪的童心 与您相约 我爱我家的贾圆圆 赤子威龙的小董姑 又是偶像小龙人 昔日的童心长大之后 成了什么模样 更多精彩 竟在本周红都阳光快车道 北京国际中医医院 专业治疗白斑病 退引进最新高科技 黑色素送植机 使各种顽固性白斑 快速消失 白斑病的希望之地 北京国际中医医院 电话010-6398-1122 我的宝费 哇 放在QQ堂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你也要吃一颗吗 yes 放在QQ堂 哦 我的宝费 哇 学美容美化 到山东南乡高级济屋学校 学电气汉 到山东南乡高级济屋学校 学高级厨师 到山东南乡高级济屋学校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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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英文叫 欧胖 阿拉伯书师 欧胖 就是好喝 就是特别 那到底是零胖 还是欧胖啊 大宝SOD蛋白蜜 蛋白霜 含有纳米级胶原蛋白 细胞吸收快 自然养白皮肤 味道我也喜欢 护肤品选择适合自己的 大宝SOD蛋白蜜 蛋白霜 让我的旺季快到了 请进入 送忘了 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啊 喂 老爸 天冷了 当心感冒 当心爸 你妈带着三金牌双黄帘呢 感冒发烧 流鼻涕都不怕 常被三金牌双黄帘 爱就在身边 会门好技术 才会赚大钱 山东蓝天学校 开设十大专业 全国首创 挖掘机 装载机培训 树控机床 专业学员 功不应求 学气修 不收费 学电气汗 免费学亚胡汗 厨师 糕点 好就业 到蓝天学技术 找工作 一步到位 山东蓝天学校 我 我 打 我 去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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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于孔子的子录片里面所记载的孔子和社工的对话 一直是很多人批评的一个焦点 我个人过去也没有体会到孔子这个平凡的这样一个来自于人的基本情感的一个考量 其实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意义 孔子的这样一个思想 只为复影 复为指引 我们如何看待呢 它对于世界文化史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阿哥旭的孟子 又有一个故事 他的学生逃逸 和他一起讨论问题 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把一个伦理的两栏 推到了一个顶尖的阶段 孔是上古有名的贤明君主 孔子和学生讨论问题时 大胆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 孔任命了高瑶做大法官 而孔的父亲杀了人 高瑶该怎么做 孔又会怎么做 我们知道孔是出生在一个 非常不幸的家庭 他的后母 他的一个后母的弟弟相 经常的追杀他 他的古收的 他的父亲呢 也不爱他 这是事后啊 他弟子的一个假设 如果高瑶 做了大法官 如果顺的父亲杀人 怎么办呢 怎么处理呢 母子的回答是 直之而已 既然任命了大法官 大法官去把他抓起来 把他的父亲古收抓起来 这就是基本的法所应当的要求 然后再怎么样呢 男者顺不禁语 顺不禁止吗 他说顺怎么能禁止呢 高瑶是顺 高瑶是顺论命的大法官 他当然有权力去做这个事情 顺也没有办法来破坏这个制度 然后顺会怎么样呢 他说顺可能有这样一个选择 就是顺呢 放弃天子之位 放弃这个做天子 他呢 可能是把做天子这样的事情呢 一般的人看作是很大的事情呢 他把他放弃掉 把他像对待一个破草邪一样 他可能会背负他的父亲 跑到山东沿海 那个时候是法律管束的范围之外 我们今天没有法律管束的范围之外了 有自我流放的方式 流放到一个极其贫苦的 没有能管束的一个海滨 拘负起来 来享受天能之乐 郭奇勇先生对于孔子 亲心相隐的思想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可是当他与社会功德发生冲突时 又该怎么办 那么关于亲情的保护 孔子的主张 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考虑呢 有没有说儒教的这个隐 隐是什么意思呢 隐是不是不要功德呢 是不是不要法律呢 不是的 隐呢 只是不撑阳 其恶言 就是不过分的去宣扬 你的亲人的这样一些路 但是在实当的场合 你可以去批评他 去说服他 说服他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主张 我们家还主张范 范名的这个范 范就是去批评 去见 当官的你一定要去向你的上级抗议 要批评帝王 这都是儒家的主张 但是对于父母 对于亲情 他是主张 不要犯言执见 对于当官的 对于上级 甚至对于皇帝 敢于犯言执见 甚至于所谓隐 还有所谓范 这样一个区别 这样一个区别 后来我在武汉大学讲世书 刚开始讲世书的时候 80年代开始讲世书的时候 90年代初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 只为父隐 父为子隐 可能是有落后的 保守的 这样的一些思想 后来慢慢的我才懂得 比较世界文明史 世界法治史 我才慢慢的懂得 其实孔子的这些 很平凡的语言 他内含了很多深意 有时候 我们还不能够 直接的了解 我们慢慢的通过 我们的生活的体验 慢慢的通过 世界文明史的比较 我们可以知道 孔子的很多不经意的话 很多生活的经验 我们先能的 很多的宝贵的智慧 通过孔子和孔门弟子 保留下来的这些东西 其实很有很深的意思 我们慢慢去体会 慢慢去接近 现在关于 只为父隐 父为子隐的讨论 其实也就是 关于私领域的保护问题 也就是亲情的保护问题 于是到今天 还是这样 一个父子之间 夫妻之间 朋友之间 相残杀 相互告发 这个是很野蛮的 让我们的亲人 从亲人的 正门席上走开 这反而是能到的 如果我们的司法机构 用更多的公权力 更多的公权力 我们用一定的成本 去 调查 去取证 比起强迫的亲手 亲手 抓起来一打 来敌供 那要能到的多 那冤假错案 要少得多 我们知道 鲁家 并不是只讲 亲亲之情 鲁家 讲亲亲 而人民 人民 而爱物 他要把这个 对亲人的爱 推广出去 他行人 我们对我们父母 我爱我的父母 我也爱你的父母 但我们这个爱 它还是有程度的区别 我把对我父母的爱 把这个关爱 慢慢的推己及人 推广出去 这个去 爱天下的穷苦人 爱大众 放爱众 亲心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甚至 草木了寿 我都爱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 孔子是从能情的 侧影 从能情的侧影 从相互的关爱 从这样一个同情出发 我们密法的根据呢 其实也是不违背 能情 不违背能情 法的公平性呢 无例外的 它要因应能情 所做的一些 外在的规范化的处理 但是从法理上来说 它是来自能情 它是不背流 能情 在中国古代社会啊 常常存在 如何处理私领域的问题 包括亲人的感情 各位 自为指引 只为复引的这个思想 在我国历史上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汉代以来 它就会转化为法律 汉代以来呀 它转化为法律 它对这种满门操展啊 连作法呀 法家所主张的连作呀 这样一个东西啊 专制政体希望的这个东西啊 提出了一种反驳 反驳 所以很多老百姓啊 很多知识人啊 他们恰恰是利用 指为复引 复为指引 来 驻起这个旗子 来抗拒连作 抗拒连作 所以汉先帝 地劫四年的时候 在公元前六十六年的时候 啊 汉先帝有一个诏书 讲父子之亲 夫妇之道 是天性也 啊 天性也 啊 这个是指出了 人影的一个正当性 啊 正当性 所以我们看 如果 专制社会 强迫 亲俗 护正有罪的话 那么他和 有家的 亲亲相隐的思想 是正好相对流的 他遭到能不能强烈的底子 啊 敦汉 末年的时候啊 啊 他的法令啊 曾经有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出征啊 要打仗啊 啊 抓了很多壮兵啊 啊 那些兵啊 兵夫啊 逃跑以后啊 常常就是拷打他的妻和子啊 拷打他的父母啊 拷打他的孩子 拷打他的妻子啊 让他们交出来 甚至连作 就是非常没有能性的啊 非常野蛮的啊 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的知识人 很多的乳生 出来 向执政当局抗议 他们举起的旗子 就是指为父隐 父为子隐 啊 后来曹操就下令 废止了东汉末年的 这样一个法律 啊 封禁的时候 也出现这样的现象 后来 避草离带 的法律 啊 一直到唐律啊 啊 后来大明律啊 后来清律啊 我们都是主张 同居相为荣引 啊 亲属相为荣引 啊 成为我们这个法律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律 我们知道 中华法系啊 在孔子思想的指引下呀 他是重视伦理的 保障亲情的 保护人的最起码的这个啊 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他还有很多的现代的意义 和现代的价值 他保护了这个个体 保护了亲情 我们上一眼看世界的法系啊 英美的法系啊 大陆的法系啊 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系 我们中华民族啊 以前的几千年延续的啊 中华法系 其实都是保障亲情之间的容易啊 亲情之间容易 所以这样一个东西啊 是非常适合人性 一提到孔子 人们往往想到 古旧泛黄的固执堆 被尊为圣人的孔子 他的思想能否经得住 两千多年的风云变幻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 仍然历久迷新呢 我们知道啊 在西方的启蒙时代啊 启蒙大师像福尔泰 像蒙德斯旧 他们都非常推崇 孔子的这些思想 他们认为孔子的这个思想 是理性的 是和平的 是能道的 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啊 就运用了孔子的 像只欲利而利能 只欲达能 只所不欲 无私于能 无私于能 这样一些思想 大家都很耳熟能详 各位知不知道 联合国大厦 壮客的孔子的话是什么 只所不欲 什么 无私于能 国家于国家 民主于民主 宗教于宗教 能和能之间 相结相处的一个普遍之道 黄金规律 叫黄金律 理解九三年 各位 在芝加哥 六千五百位世界宗教的领袖集会 讨论 世界宗教 世界伦理 这样一个问题 提出了两条黄金的规则 基本的理念 其中一条是 人要把人当人看 第二条就是 己所不欲 什么 无私于能 无私于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孔子思想 不只是一个属于 而跪地 其鲁 领国的 他通过这个辞涉 超越了这个对立 从空间上 从美国到全中国 全华夏 从华夏到东亚 从东亚到世界 这是从空间上看 从时间上看 古代的 全球时期的 两千五百五十多年的孔子 他继承我们三代文化的大传统 他的生命体验 其实带有很多智慧性的宝藏 也是一些人类性的宝藏 因此 这样一些 具有种族性的 民族性的这些智慧 最后就 不断地博大 然而孔子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他也是继承历史 这样来做的 另一方面呢 也是以天道天德 天文背景 苦闷深刻地体验到 人情 亲情的 保护的重要性 这是基础 这是五能关系 能与能之间关系的一个基础的基础 你不笑 你不替 你没有这个情感 你怎么推己及能呢 你怎么把侧隐之心 修物之心 是非之心 吃饱之心 把它扩而罢之 去关外社会 所以这一方面呢 这些理念 保护亲情 保护家园 这些理念 也进一步的制度化了 化为隐私权 容领权 和亲情权的保护 第三方面 孔子 非常强调 为政者的敬业 忠诚 敬捷 讲信用 这样一些东西 成为一个公共能力 在军臣关系上 他有区别的一个职份 责任 相互制约 他尊重民意 强调查局 强调原则和观守 这都是具有公共性的责任意识 也是一个分权制衡的一个初步 所以孔子的文文的价值理想 长期尽认在我们的中国的民间社会 一直到今天 还在其中 跟着我们中国人走上现代 我们要靠自己的东西走上世界 我们要有这种文化自觉 我们要有这种文化的主体性 我们走上世界 别人食人衙会 别人只靠捡来的别人的一点东西 我们来走上世界 我们一个泱泱大国 我们一个几千年孕育的民主 有多民族的 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和多民族的文化 我们要孔子思想 这伟大的精神保库 我们应该转化 他的其中的一些丰富的内涵 来诱语当事 而且把它推广到世界 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不对的地方 请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各位